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这段时间停货又停工 每个人留在家里困兽斗 我们常常被小朋友吐到头上生无辜 家长在家里都心情很烦躁 我们应该的心态 戴口罩、洗干净手 其实是可以到街上玩的 当然不要让他到处摸、到处爬 但是我们选择人流比较少 看时间不要太热的天气 或者太冷 早晚很冷的时候 现在的公园也不太多人 让他们走一下看看 也要休息一下新鲜空气 真的适当的运动 其实帮大家的情绪 这几个星期都见放假 很多人去行山 万一真的 我们都很多时间留在家里 帮人洗一下玩具 可能洗衣、晾衣 叫小朋友一起帮忙摘下衣服 訓練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参与这些活动 让他们知道有什么重要 如何保持家居、卫生 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而且他们会觉得很滑 因为平时不能做的 其实都可以 就算是很小时 让他们分一些小物 哪一对一对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另外的 我们可以想想其他 一起有什么玩的活动 例如大小小的 我们可以一起玩玩玩游戏 不需要花费很多 但是要好玩的 开心的 最好爸爸妈妈 那时候摆下自己的 很忙碌的工作 虽然是家庭工作 但都抽一抽时间 真的全心全意 和小朋友一起 唱歌仔 玩玩玩具 因为有大人和他一起玩 他们就会很开心 另外的就是 如果那些 爸爸妈妈 那些厨艺一流 不如一起煮食 那些小朋友都会很开心 例如一起做曲奇饼 做披萨 让他们学下煮食之外 他们有些好有乐趣 小朋友其实很聪明 我们说了一些 完全不符合的事实 他们都很快就知道 让他们知道 现在有些细菌 有些病毒 在社会里面多了些 比较容易感染 所以我们小心一点 我们希望 不要那么多人生病 那我们就出少一些街 还有我们要注意很多 做很多洗手 抹手 那些 希望他们减低感染的机会 其实我现在看到 很多小朋友都很聪明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 懂不懂教 但是我想最小的 就会比较论 没得勉强硬硬摆上去 我想循序漸进 让他见一下 爹地妈咪戴一下口罩 没什么不意的 让他玩一下口罩 找一两个 虽然很紧绝 让他玩一下 先碰一下 不要掛起耳朵 放在前面 让他感受一下 原来前面放了些东西 没问题的 再放多些 然后再慢慢掛起耳朵 那他的适应 希望会更容易 还有可以找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他喜欢的公仔 音乐 让他很开心 很开心 那时都不觉不觉 原来放多些东西 在面上 他们都觉得 不会很骚扰 各位家长 在这段时间 大家都很担心 因为疫情会对我们有影响 但是同时 我希望大家都有平常心 我们保持我们的身心健康 不要为了过分忧虑 很多事就过了路 尤其对小朋友 他们要有一个开心的时间 要保持他们会有活动的空间 他们快乐地成长 这个疫情我希望很快会过去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